课堂上老师详细介绍常用药用植物的特性及功用 使学员能够认识中潮药 并进一步应用在生活保健上 中潮药是老祖宗传承千年的智慧 也是生命科学的保障 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中潮药的课程其实是要让大家去重拾以前的一些记忆 跟了解一些我们周遭可以接触到的中潮药 那这些中潮药对我们的一些帮助 慢慢的去再把以前的一些的记忆慢慢找回来 所以中潮药课程是这样 那大概就是也希望这些课程对于社区的民众 有一些帮助 尤其英法组的这些同学们 有些时候有一些的一些保健的东西传递给他们 他们可能可以自己去做一些自我的疗养跟保健 配合课程主题于课堂中进行实作活动 老师指导学员如何运用常见的养生药材 自制简单养生茶饮与防蚊液等与中潮药相关的物品 让学员从日常生活中实践中医条理与保养 认知潮药的部分我也觉得更熟悉它的特性 怎么去使用 自己有兴趣 所以当然是刚开始很枯燥乏味 可是借由老师去解说来讲的话 就是让我们就是耳朵木然 听久了你就会觉得 就是这样子一个治疗的方式这样子 像我们每堂课 老师都会提供一些草药 或者是一些中药 让我们上课的时候煮来喝 那并借由课堂上的说明 让学员知道说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调养我们身体哪方面的 所以其实是蛮实用的 拥有第二专场终身受用无穷 课堂上也透过中潮药尸体的认识 让学员能够应用在身体健康方面 减少医疗资源的支出 也可以借由培养我们这个第二专场 平常可以做我们一个养生的一个饮品 还有我们也有教我们防蚊液的制作 感谢我们社区大学这么用心 创立一个非常不一样 可以让我们把我们传统老祖先的一个智慧 让我们草药中草药的一个学术 可以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 甚至养生保健上面 也希望我们这个课程可以越办越好 可以鼓励越多人来参加我们社区大学的一个课程 中潮药具有悠久的历史 完整而详尽的医典至今仍在使用 希望透过课程的学习 让更多人了解常用的中潮药的特性 并与生活连接 将老祖宗的智慧延续下去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